老阿贝的CPU是M15300G 没有独立显示卡 内建显卡的记忆体只给512MB 这个配备给大家参考一下 用预设只跑一张图大概是7到10分钟左右 以下是无聊的安装过程 首先拉到影片的下面 点开显示完整资讯 点选第一个连结 往下拉 点64bit的这一个安装档 等待下载 下载完毕后点开启档案 点Install Now这里 安装完成 点Close关闭 点XX关闭网页 点第二个连结 往下拉 找到这个 Automatic Installation on Windows 这个我们在刚刚的步骤已经安装过 现在我们来安装这个Git 点64bit的这一个 点64bit的这一个 等待下载 下载完毕 点开启档案 点Next 然后一直点Next 上面的设定都不用更动 点到最后会看到 Install 再点Install来安装 安装完成 把这个取消掉 点Finish 点XX关掉网页 然后选取这一段 复制起来 最后那个点不用复制 然后点这个搜寻 输入CMD 点这里 命令提示字元 再按滑鼠右键 将刚刚复制的贴上 再按键盘的Enter键 来执行命令 执行完毕后 用滑鼠把这边选取起来 要注意最后这个大鱼符号不要选到 在选取处按滑鼠右键就可以把它复制起来 复制完后原先选取的反白会被取消 再按XX关闭CMD 然后开启档案总管 点这边贴上 贴完后按Enter 会来到你目前的使用者目录 找到这个 点两下滑鼠左键打开 往下找 找到这个 是Windows批词档案的这一个 然后点滑鼠右键 点编辑 再把这个Python选起来 复制 点搜寻 贴上 这里 点滑鼠右键 点开启档案位置 再点滑鼠右键 点内容 到这里 点滑鼠右键 点复制 按取消 点关闭 到这里贴上 点这边的空白处 输入 GitPo 要注意中间有空格哦 如果你有NewVideo独立显卡 这一段就保持原来的空白就可以了 如果你跟老阿贝一样 没有独立显卡 就要到影片的详细资料中 复制一段代码 就这一段 贴上 这里就是这三部分 要注意 确定没问题 就点关闭 按储存 点档案总管 打开这个批次档案 然后就会进入长时间的下载 安装过程 老阿贝这边大概花了半个多小时左右 这里会有两个比较大的档案要下载 一个是这个大概2.3G左右 趁下载时 老阿贝来说一个可能会发生的错误 如果你装到这边发生这样的错误 那就是你的Python版本不对 一定要3.10.6版的 安装最新版的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回到我们的下载安装过程 我们来加速时间 第一个搭档下载完毕 会开始安装并下载一些小档案 再来加速时间 这里会下载最后一个大档案 大概3.97G左右 再来加速时间 半个小时后 终于跑完了 来这边把这段选起来 按滑鼠右键复制 回到浏览器 开新视窗 在网址这边贴上 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再来我们把这个网址 加入到我的最爱 来测试一下 OK 可以 再来就是要处理这个执行档 要开启网页前 要先执行这个执行档 如果我们没开这个执行档 网页就会出现这样的错误 所以我们先来到档案总管 把这个执次档做成捷径放在桌面上 改个名字 改个名字 下次要使用前 先开启这个执行档 等执行档跑到这里时 就可以到浏览器那边使用了 再来简单的说明如何使用这个AR绘图工具 这边可以输入绘图的关键词 它只接受英文 输入中文会出现你不想要的东西 每个关键字中间要用英文的逗号分开 关键字描述的越多越准确 出来的图会越接近你的想象 这边就是输入你不想要出现的关键字 下面的设定我们先用预设值即可 点这边AR会根据你的设定开始绘图 老阿贝的电脑是属于文书用的电脑 CPU是5300G 没有外接独立显示卡 用预设的设定来跑 大概一张图需要7到10分钟左右 让我们再来加速时间 OK 跑完了 点这里可以放大 最后再来简单说明各个设定的用途 这个是要的关键字 这个是不要的关键字 这里有很多采样的演算法可以选择 这边是采样的次数 理论上采样次数越多图越精细 这边是图形的高度 这边是宽度 这边是总共要生出多少张图 这边是缩图的大小 这边是与关键字的相似程度 数值越大就和关键字越相似 数值越小 AI就会介入越多 剩下的这些 各位大大看英文字应该都知道意思 就不再浪费时间来说明哦 最后这个就是开始跑图的按钮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结束 有帮助的话 再帮老阿贝订阅 分享 按小铃铛哦 祝大家健康快乐 老阿贝下台一句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